今天是6月7號還8號吧 我們今天要來包肉粽 那你看我把那個葉子泡了一個晚上 用水泡了一個晚上 然後現在我再擦它們 你看多髒 所以這葉子是一定要洗的 洗好了要擦它 然後呢擦好之後呢 你要是有看到葉子啊像這樣子 壞壞的有沒有 你就要拿剪刀 把它修邊修邊修邊 那修邊修好會變怎麼樣子呢 就好像這樣子有沒有 有沒有一定要修邊 一定要修邊 不然太稠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料 我們有干貝 蔬菜 栗子 蝦米 香菇 還有豬肉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包的料 那飯呢 我們看一下飯 這些 然後這一邊的葉子是我挑起來的 你看這邊葉子比較醜有沒有 我就把它挑起來 OK 然後這邊葉子比較漂亮 我們就用這邊的葉子先包 OK 好 那看一下飯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台灣北部的肉粽 OK 然後這次飯 飯呢 煮一下 然後讓它拿起來 就是 冷一下 我看一下會不會太硬 差不多吧 還不錯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 來炒豬肉粽我們再來拍吧 好我現在要來炒五花肉了 你看這個肉呢 肉呢 不可以只有瘦的 也要一點點肥的 這樣子包在肉粽裡面會比較好吃 那我現在要把它煎出油來啦 那吃肉粽的時候呢 因為肉粽是糯米做的 所以呢 如果只吃肉粽呢 對腸胃會比較不消化 所以呢 你們就要煮一鍋 菜湯 那我就煮了菜脫湯啦 就是配肉粽的時候吃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又多了什麼料了 我剛剛又有蛋出現了 蛋蛋黃 我沒有買那種鹹鴨蛋 因為那個對身體好像不是很好 那我等一下要來煮一下那個栗子 然後 香菇 等一下要來切香菇 那現在的豬肉呢 我們快差不多了 你看它皮會卡出那個油來 有沒有 就表示 那個油 會從豬肉那邊跑出來 那 包肉粽的豬肉呢 一定要有肥 要有瘦 那來看 我們看一下這一邊 我們現在煮粒子 粒子要把它煮軟 我已經泡了一個晚上了 所以應該OK 那我們現在把它煮軟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香菇湯跟那個 干貝的水 我們等一下要把它煮熟 然後放一點那個 那個 油蔥酥 紅糖阿桃 我們等一下要放一些阿卡阿桃 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就可以去拌飯了 然後我已經把蛋撇開了 OK 一顆肉粽 爆半顆就可以了 然後蝦米 欸蝦米這樣夠不夠 香菇 看有什麼 乾貝 這乾貝弄成這樣 是因為等一下要 蘭梅那個飯裡面 然後葉子我都已經清洗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 排到都弄好之後 我們就來包吧 看一下乾貝 這乾貝你放多少錢 五十九塊 五十九塊 好 我們現在就來包肉粽喔 我們現在材料都準備了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我們有什麼材料啊 好我們選一個漂亮一點的葉子 OK 出出的地方是外面 滑的地方是包裡面 OK 好那我們就這樣包啦 這樣弄過來 OK 然後呢 我們不要這樣 九十度這樣包 我們要四十五度這樣包 然後把飯放在這邊 不然這樣的話 飯會多在下面 OK 好 那手要用撕一下 不然那個飯會黏到手 那我們把它的飯 弄這樣子 看到沒有 我們這個飯有什麼 有乾貝 這不是普通的肉粽嗎 OK 好不好 好 放一點點 然後這是蛋 栗子 肉 豬肉呢 醃的時候要用五香粉啊 白胡椒粉啊 就稍微醃一下 我昨天醃了一天了 然後今天早上就來炒一下 然後放香菇 還有蝦米 香菇還有蝦米 OK 好 放好之後呢 手再弄一下水 OK 然後再把飯 蓋到上面 就差不多OK了 那 我給 讓你們看一下包的樣子 那我比較喜歡呢 包完之後上面再放一個 香菇 讓人家知道我們裡面是很多料的 OK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包的時候呢 我的包法是這樣子啦 那 當然很多人的包法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很 好 OK 就這樣子喔 來 這樣弄過去 有沒有看到 OK 尖尖的了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尖尖的 好 其實我包的肉粽OK啦 沒有很漂亮 很漂亮 OK 這樣可以嗎 看得到嗎 OK 好 好 那我們找一個繩子 找一個繩子 就這樣包起來 OK 包起來 上面就給它打個結 OK 然後再打個結 那就好啦 那這個都出來的東西呢 你們可以把它剪一下 就是喜歡把它剪一下 然後就是種子啊 那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已經有一個 一串已經包好了 耶 包在北邊狗 給自己吃的 耶